這兩天最夯的一個新聞 就是韓國瑜真的這樣講嗎 因為我們的蔡總統跳出來說 我絕對不接受任何人 來這樣罵我們的國軍太賤說 這主要是在講說 韓國瑜跟這個 在美國的時候 跟一個退休大使愛江山 在對話的時候 美國人怎麼問他 他說台灣的國防預算 有沒有要增加 美國都這樣問了 就韓國瑜擋住了美國壓力 他說什麼 台灣的軍隊現在沒有軍閥 所以戰鬥力就會有問題 增加國防預算無濟於事 所以就好像太賤去穿西裝 他本質還是太賤 他是用這樣的避譽方式 結果蔡英文總統 他就在臉書LINE說 韓市長必須把國軍是太賤 這句話收回去 但是他好像沒有直接說 國軍是太賤 是說沒有軍閥 就好像太賤穿的西裝一樣 這個兩個不同層次的問題 其實蔡英文總統很簡單 第一個他就是在 蹭韓國瑜的熱度 現在韓國瑜講什麼 我覺得總統府跟行政員 大概都有一個小組 每天在觀察韓國瑜在講什麼 然後就在思考蔡總統跟蘇院長 要怎麼樣去蹭一下熱度 這樣自己的網路聲量才能提升 但是問題是 你要去蹭也沒關係 你如果好好回答 我覺得也OK 因為我個人也認為 韓國瑜這個比喻 其實有一點點不太好 有一點點不是那麼適當 但是他的原意根本不是這個樣子 可能你蔡英文故意把它扭曲說 韓國瑜說國軍是太監 人家根本就沒這樣講 你到底聽不聽有種人話 你要不要回去重新再聽一次看看 他到底怎麼說 韓國瑜為什麼要這樣比喻 你知道嗎 很簡單 他主要在談的是軍法問題 因為國軍現在沒有軍法 一個軍隊沒有紀律 你再怎麼樣也不可能會打仗 沒有紀律的軍隊 怎麼去跟敵人對抗 所以他要求說 你知道他才會比喻說 你知道好像就是 一個太監穿的軍裝 他也不會是軍人 他也是個太監一樣的意思 他只是做一個比喻 結果蔡英文總統 就直接這樣弄回來 實際上蔡英文總統 如果你真的有GOTS 你願意面對挑戰 而且你真的了解問題的核心的話 你應該告訴我們說 現在怎麼去解決 當我們的軍法 因為紅中秋事件 轉移到民間去的時候 我們怎麼去維繫 軍隊紀律的問題 怎麼去維繫軍隊戰力的問題 你如果真的對軍事有所了解 你會這樣回答 可是你不會 為什麼 因為你不懂 就這麼簡單而已 其實就這麼單純的一個東西 蔡英文總統就是故意要這樣去辯 可是我覺得這樣去辯 你以為你這樣去撿到槍嗎 抱歉 一個人偶爾弄一次 你可以說撿到槍 每天撿到槍那個人 就表示什麼你知道 表示你沒有料 你知道到處去滿街撿東西 因為你自己沒東西 所以我真的覺得蔡英文總統 你有這麼多的幕僚 你有你的團隊 也有這麼多國防將領 可以讓你諮詢 你如果真的 對國軍問題有興趣的話 你大可以明白的表示說 你未來要怎麼照顧國軍 未來要怎麼樣 讓我們國家的國防更提升 提出一個完整的方案出來 你不是一直念字在字 要競選連任嗎 這不是你應該提出來的方向嗎 但是問題是 蔡英文提出來沒有 不會 他不會提出來的 因為我老實說 很多人都要罵 韓國瑜那句國防靠美國 我必須說 韓國瑜那句聽起來很刺耳 但是他講了四個事實 因為我們所有的5G 都跟老美買的 就是這麼簡單 同樣的其實蔡英文總統 他現在國防也就只有這樣 而且他還附加一個 他的國防除了靠美國議案 還有一個叫國防靠嗆人 他就負責嗆別人就是了 其他完全沒有任何辦法 實際上蔡英文總統 你都不知道你為什麼 在2018年 你們民意黨會輸得這麼慘嗎 軍人的年金被你們亂搞 也是讓軍人人心惶惶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問題 所以我真的覺得說 蔡英文總統你可以繼續蹭 你越蹭讓人家 越讓人家看出來 你就是個草包 你知道 現在民意黨很多人喜歡抹說 韓國瑜是個草包 但是問題來了 如果被草包打敗人 那個叫什麼包 蔡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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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覺得 你們越是用這種方式去打人 反而越讓人家 知道你的底就是這個樣子 還有我剛剛講說 韓流可能會造成5%以上的效應 5%左右的效應 你知道馬上就有人發我臉書 然後發簡訊罵我 就說韓流起子5% 所以我必須說 你想看人家 第一個我跟各位聲明一下 今天在座除了我之外 這些人都是國民黨 跟我一定很關心 我不是國民黨 以後有任何韓國人問題 麻煩去他們的臉書 在他們的地方留言 不要來找我不是國民黨的好嗎 但是我最後還是奉勸一下 蔡英文總統 認真做實事 是你唯一還有希望 競選連任的機會 如果連這個都不會的話 我老實講 你根本沒機會等著當第三名 沒錯 其實兵哥剛才說 蔡總統是不是在蹭韓國瑜 因為他其實話不是這樣說 因為他是說 如果說台灣的國防預算 沒有所謂的軍法的話 重點不是預算增加的問題 是軍法的問題 不然就好像太監穿西裝 結果總統就把它變成是 國軍是太監這句話 所以就被網友說 總統要說清楚 韓根本沒有這樣說 直接就扭曲文字 是不是所謂的公然假消息 要關三天 蔡英文不只斷章取義黑函 而且任何人 你就算去質疑 這個韓國瑜的隱喻是不是私益 蔡英文根本沒資格 因為羞辱軍人 把國防部踩在腳底下了 今天讓國防部讓國軍 變成這樣一個局面 蔡英文雖然今天是三軍統帥 但是他就是始作俑者 踩著軍人的頭往上爬 你看到這一張過去的這個照片 這不是我拍的 有沒有看到蔡英文 我們額頭上綁的這個是什麼 綁的那個布條上面寫國防部 布是寫抹布的布 當時在紅仲丘案的一個遮羞 把它當成遮羞布 批評國防部 而且後面用這個 你看那個民眾 當時在整個運動的時候 他舉了這個白布條這個旗子 上面用這個不雅的形容 在罵這個批判國防部 謾罵 所以我說今天蔡英文 你有什麼資格去講韓國瑜 而且我自己跟韓國瑜 都是軍校出來的 韓國瑜他就是有軍人的個性 他講的這個就是軍法跟紀律 讓這個軍人被制攻了 所以你蔡英文有什麼資格講人家 國家有鋼藏 軍隊有軍紀 軍紀是軍人的命脈 軍隊的命脈 蔡英文你不懂還裝懂 所以你今天不要再把韓國瑜 講這些什麼五四三 然後用一些斷章 取一四四而非的說法去黑函 沒錯 其實是不是刻意扭曲 還是說為了自己的選舉